新兴市场国家 本土企业的战略选择 那么这个问题呢 在若干年之前 特别在2018年之前 这个问题呢 往往是属于我们考试的重点 经常在主关题案例考核当中呢 有设置到这个问题 但是就目前来看 这个问题呢 变得不重要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在2018年之前 我们经常会谈到 灭对着做全球化战略 我们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我们博土企业如何来应对呢 当时是一个讨论热点 那么自从2018年之后 我们现在的环境是什么环境啊 欧美一些国家是要去全球化 走去来讲 实际上是去中国化 就希望呢能够从全球过业列当中呢 把我们中国企业提出出去 下一个的我们国家 最近几年也吵到提倡什么 内循环 有立足于本国市场 所以在这样一座背景条件下 这个问题呢 现在就有点过时了 因此呢 关于这个考点 建议大家掌握的是选择题 那么这一谈到新兴市场 我们说什么是新兴市场 新兴市场 往往是指 这些国家地区呢 经济发展速度快 同时市场起立呢 也比较大的一些国家 大的一些发展中国家 就称的就是新兴市场国家 像我们过去呢 经常所讲到的 像巴西啦 印度啦 俄罗斯啦 中国啦 这典型的新兴市场国家 当然我们说 现在所讲到的新兴市场国家 范围更加扩大 比如说小印尼 比如说小越南 这都是典型的新兴市场国家 因为这些国家呢 都是属于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 市场起立比较大的 一些发展中国家 当然我们说 其中我们中国 就是个典型的新兴市场国家 下边呢 我们就看消关内容 我们说依照 企业所在产业的全球化压力的大小 你所在产业 这个全球化压力大 还是小 还有呢 你这个新兴市场国家 本土企业拥有了优势资源 你仅仅是适合 在本国市场发挥作用呢 是可以把这些优势资源 向海外移植呢 从这么两个纬度 我们把新兴市场国家 本土企业的 再来选择内型的 化发为四种内型 那么这里就形成矩阵图 希望同学们能够 把这矩阵图呢 能够理解 而且在老海当中呢 就形成一个跨架 所以大家看众州是什么 众州呢 就是企业所在产业的 全球化压力程度 你全球化的压力大 还是全球化压力小 当然我们说 如果你所在产业 全球化程度高的话 往往面临的压力大 如果你所在产业的 全球化程度低 就意味着全球化压力小 往上是高 往下是低 恒州呢 反映的是 你先行市场国家 本土企业拥有的资源 就拥有的优势资源 是仅适合于 在本土市场发挥作用呢 还是适合于 向海外移植呢 往左 就是仅适合于 在本土市场发挥作用 往右 就意味着 可以加这种优势资源 向海外移植 所以呢 形成的四个下线 形成四种战略 请大家看 上半部分 上半部分就是说 如果你的企业所在产业的 全球化压力大 就全球化程度高 全球化压力大 那么你可选的战略就两种 一个是独善者战略 一个是独善者战略 那么具体来讲 就如果你所在产业的全球化压力大 同时你的企业拥有的优势资源 仅仅适合在本土市场发挥作用 那么你的战略选择就应当是独善者战略 如果全球化压力大 但是你的优势资源可以向海外移植 转移 那么你就应当采取靠横者战略 也就靠争者战略 那么这两种战略定位是不一样的 我们说多少个战略定位是什么呢 大家想一想 既然全球化压力很大 可是企业的这种优势资源 仅仅适合于这本土市场 本地市场发挥作用 例如本地 所以我们说你的战略定位呢 就应当是转向新的业务 或者是分析市场的BK 与这种跨核公司的正面交锋 道理很简单 全球化压力大 这些强大的竞争对手 你就打到你的家门口了 但是我们说你和人家 这些PK的话又打不过人家 那怎么办呢 你只能是躲闪 你跑到屋里边关上门 然后怎么样躲闪躲避 战略定位呢 就通过转向新业务 转向新业务 实际上就导致于 我们前面第一节 所讲到的 收缩战略当中的什么战略 转向战略 我转向新的业务 就是我这些战略重新的转移 或者是 或者是 针对这个缝隙市场 或者是增加市场 这个缝隙市场 增加市场 是个细小的市场 一般来讲我们说 这些国内的大的跨国公司 都看不上 但是我们正好呢 可以 我们说抓住这些增加市场 或者缝隙市场 这样就可以避免的 与跨国公司的正面交锁了 这就多少这样的 大家想象一下 就和我们小时候小朋友 玩一玩 然后发生冲突了 打架了 人家呢 追到你的家里来了 追到你家门口了 你明明知道 怎么打不过 你既然明知 知道打不过人家 那怎么办呢 那我就把门关上 逮在我的家里 做我自己的事情 那么另外一种情况 就刚才所讲的 说全球化压力很大 但是我自身的资源 可以向海外移植 所以有压力 但是我自身也有实力 我可以很抗衡 所以呢 我们说就可以在全球市场呢 我们在展开竞争行动 也就在全球市场 我进行什么 主动进攻 这是我们所讲的 全球化压力大 科学战略 可能是多少 这个战略 也可能抗衡者战略 那么下半部分 我们请大家看 下半部分 假如你所在 采用的全球化压力小 全球化压力比较小的话 那么科学战略两个 一个是防御者战略 一个是扩张者战略 我们说防御者战略强调是 全球化压力小 而且企业所拥有的优势资源 就实惠于在国内市场的发挥作用 所以我的战略定位是什么呢 就是利用国内市场 就利用于国内市场 进行积极主动的防御 防卫 那么扩张者战略 就是说全球化压力小 同时我这些优势资源 可以向海外转移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可以采取扩张者战略 那么大家呢 就是要把你据正图的 下半部分和下半部分 你要走去理解 是吧 还有左半部分和右半部分 注意理解 这很重要 你比如说像左半部分 你通过的案例 获取的资料信息表明 所以如果你承取 多少的战略也好 还是防御者战略也好 你的战略的立足点 立足于是本土市场 多少的战略也好 防御者战略也好 都是立足于本土市场 但是我们说如果采取抗衡者战略 或者扩张者战略的话 你甚至到什么 跨国 就是把优势资源转移到 相关国家和地区 或者是在全球市场呢 进行主动进攻 所以呢 跨越不跨越国界 你的活动 建议活动 跨国不跨国 这个对我们做题有很大把握 至于我们说这四种战略 在我们国内实际工作当中 也能够举出好多的例子 好多例子 你比如说 关于这个高档化妆品 高档化妆品行业 我们说全球化程度是蛮高的 也就是说国内企业 灭流了全球化压力比较大 压力比较大 而现在呢 我们说国内的这些高端 就所谓的中高端化妆品企业呢 你拥有的一些优势 其实仅仅是适合于 在本土市场发挥中 比如说你常年在国内市场 我们说可能我们说有你一些优势 什么优势呢 比如说通过广告宣传 我们说你可能有很大的知名度 可能在国内市场呢 设立了你的分销渠道 对不对 但是我们说 你这些优势 仅仅是和这本土发挥中 那么面对这种强大的 跨国公司的这种威逼 所以我们说你竞争了 和人家这些正面的靠谤的话 你打不过人家 那怎么办呢 我们说就可以考虑 采取多少的战略 转下新的业务 去采取收缩战略 或者是 在市场戏风基础上的选择 复析市场 这比如 我们曾经的 迎以为自豪的 我们一些国际化建议的企业 也就是最早 走出中国国盟 也就是说 全球化的一些公司 国际化的一些公司 比如说 通讯行业当中 我们所讲到的 华为啦 中信通信啦 联小啦 海尔啦 等等这些公司 这最早一批呢 就是国际化的企业 那么大家想一想 就比如 小个人电脑啦 家用电器啦 通修设备的制造 等等 我们说这些产业呢 这个全球化程度都比较高 全球化压力比较大 但是我们说 这些企业 就像钢车列举的 这些企业 自认为 它在本土积累起来 就国内的积累起来 一些经营资源 可以向海外转移 所以呢 在全球范围内呢 像一些跨国公司 就主动发去建国 实际上采取 就靠横者战略 至于靠横 靠横不过来 大家心里都清楚 但是我们说 从这些公司的战略定位上来讲 他们其实程序就是靠横者战略 再看防御者战略 比如 我们国内的饮料行业 我们说饮料行业 全球化压力大不大 相对而言 全球化压力不大 同时国内的一些饮料企业呢 认为 认为 它在国内呢 拥有这些资源 它没办法向海外转移 仅仅是可以在本土市场发挥作用 所以呢 我们说国内一些饮料企业 比如说 像加多宝啦 加多宝 王老吉啦 我们说 这个都是原料行业 当中一些企业 他们所在的行业呢 我们说 刚才讲了 全球化压力小 而且它的优势是什么 就是在国内呢 我们的可能 通过铺贴给你做广告 有一定的什么 有一定的客户 也就是有一定的粉丝了 同时呢 可能在国内呢 也建立了它的分销渠道了 但是我们说 你在国内消费者心目中呢 所树立的品牌形象啦 还有你建立的分销渠道啦 你能向国外海外转移吗 没办法转移 所以我们说 这些有六企业 所持续的这个战略 就是属于防御者战略 就是立足于国内市场 这些极其主动的防御 再比如扩张者战略 大家想一想 你比如参与行业 参与行业 我们说全球化压力大不大 相对来讲 全球化压力小 就全球化程度低 全球化压力小 那么我们说 国内的一些参与企业 自认为在国内的经营过程当中 积累的一些优势资源 是可以向海外转移 所以我们说 它就承许什么扩张这个战略 像我们参与企业当中 比较典型的 大家都知道的 曾经的什么小肥羊 还有海底捞 这是两家参与企业 我们的参与企业的 全球化压力小 而且我们说 这个小成交的小肥羊也好 还有海底捞也好 认为在国内市场上 进了一些宝贵的经验 比如说大家所熟知 海底捞什么服务 它认为它是做独特的服务 人力制约管理 而这些宝贵的经验和资源是可以向海外转移 所以在新加坡了 美国了 我们说就可以分店了 这个实施的实际上就扩张的战略 那么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就是将来我们在考试考选择题的时候 你到底问你这个公司实施什么战略 你一定要注意 你不能根据高层我们的据政图 什么全球化压力大 全球化压力小 以此类判断 因为我们说全球化压力大压力小 只是一个定性的描述 它没有一个定量的衡量标准 那每个行业都面临全球化 那到底是属于大很小 高很低 这没办法去总结界点它 所以我们加了这口试过程当中 你一定要注意到底它承许什么战略 应该是承许反推的方式 什么意思呢 就你根据二例提供的素材 你看一下 这个公司具体它承许了哪些战略措施 就根据它承许战略行动 措施 我们反推 它到底是选择什么战略 反回来看 这样的话就围绕这类考题 那就涉及到下一个问题最重要了 就是说每一种战略 它的战略行动或者就战略对策措施 有哪些 你这个能够掌握 只要把握这个回过头来就好容易 选择到底它承许什么战略 下边的我们就请大家具体来看 首先我们看防御者战略 防御者战略的含义呢 刚才跟大家讲了 它是指什么全球化压力小 同时企业由于优势资源 竟然适合于保土市场发挥作用 就承许的防御者战略 战略第二位是什么呢 就是利用国内市场的优势 进行主动的防卫或者防御 重点是要注意什么 注意战略举措或者就战略对策 那么承许防御者战略 大家就想象一下 我刚才给大家列举的 有六行业当中的那些企业 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所承许防御者战略的公司 它的战略取出 概括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 是把目光的集中于 喜欢本国产品的客户 而不扣拥那些 从上活为品牌的客户 这个实际上讲的就是客户定位 就要锁定你的客户 锁定客户 把目光的集中于喜欢 本国产品的客户 也就是喜欢本土化产品的客户 而不用考虑 关注那些喜欢 国际品牌的客户 这就锁定客户 第二个 频发的去调整你的产品和服务 以适应顾客这种特别的 甚至是多一无二的需求 这个属于什么 这个是属于调整产品 实际上是属于我们所讲 产品策略范畴 我们说不断的去开发新产品 或者是对现有产品进行改良 以适应你这个客户 特别的甚至独一无二需求 比如说有一些 这个医药行业的企业 是吧 都知道我们中国人的传统 都喜欢什么 都比较性的中医中药 中医中药 比如针灸啊 还有些中药啊 比较性这个 所以呢 我们说在你的产品业务服务当中 就加入这些元素 这样我们是能够更好的适应 这些客户的特殊的 或者叫对一无二的需求 这叫调整产品 第三个是建设渠道 因为我们说你有立足于什么 本土市场要进行主动的防卫 那就意味着我们要加强和完善 加强和完善 营修网络建设和管理 就是有加强修盛网络的建设和管理 缓解国内竞争对手的竞争压力 建设分销渠道 分销网络 所以这个呢 就是属于我们所讲的分销策略 分销策略 因此防御者战略举措呢 第一是客户定位 第二是产品调整 第三是属于出销策略 所以客户定位 产品策略 分销策略 唯有三个方面 关键词 一个是客户 一个是产品 一个是渠道 第二个是扩张者战略 我们说扩张者战略 这个大家主要是理解它的含义和特点就可以了 我们说扩张者战略 刚才讲了 全球化压力小 同时且由于流失资源 可以向海外转移 或者叫移植 移植 就是把你的企业 一些成功经验的 转移到相关的国家和地区 那么我们说它的战略举措 这个呢就不需要展开 这个相对来讲 我们的比较容易在案例当中看出来 案例当中看出来 就是把你一些优势资源 以保体市场成功 这类的一些优势资源 技能 我们说把它移植到海外市场 这个比较容易观察出来 所以这个战略比较好界定 不需要展开的 第三个战略是多少战略 刚才讲了多少战略 我们说全球化压力大 同时由于流失资源 仅适合在保土市场发挥作用 所以我们说你的战略定位呢 就要转下新的业务 承取转向战略 或者是缝隙市场的 必可以跨个公司的直接检测 那么这里所讲到的战略举措 大家要注意了 这个防御者战略 讲到战略举措有几条呢 有三条 你把那三条 我刚才讲了 你有熟悉 因为我们将来 判断你承取防御者战略的话 总是依据你所承取的战略举措 所以承取哪些举措呢 三个方面 同样我们说 温柔这个多上这样战略 也是要求大家把重心是放到战略对策 或者就战略举措 讲了几条呢 讲了五条 那么这五条你能够总确理解就可以了 第一条 与跨国建筑对手建立合资合作企业 那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啊 想一想多少战略 首大其冲考虑的是什么 我们说就和这些跨国竞争对手联姻 联姻 说白了就当头套近乎 我们组建合资或者合作企业 不就形成战略联盟了吗 所以呢 这个可以理解上是套近乎 第二 如果这一招不成功的话 不成功 那怎么办呢 你打不过人家 那怎么办 投降 就承取放弃战略 就把企业出售给谁 出售给跨个公司 投降 就承取是放弃战略 这两个条比较好理解 第三 重新定义自身的核心业务 并可以跨国建筑对手直接建筑 你的核心业务 也就是你最擅长的业务是什么 你要重新定义 你定义完你的核心业务以后呢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 必可以与跨国建筑对手直接建筑 你干的业务 不要和人家跨国公司 人家干的作业务呢 应该一致 应该错开 第四 根据自身的本土优势 专注于什么细风市场 根据你自身的优势 专注于细风市场 专注于特定的细风市场 就刚才所讲 增加市场 分析市场 同时我们说可以将你的业务重心的转下价值链当中的某些环节 你不要全价值链 聚焦于 也就集中你的优势资源 聚焦于价值链当中的某些环节 你比较擅长的 具有相对优势的价值链当中的某个环节 比如说价值创造活动活动当中 我们所讲到的 你认为你在生产 优势方面有优势的话 那就聚焦于生产制造 你认为你在售后服务方面有优势的话 相对优势的话 你可以围绕你的售后服务 总而言之我们说应该对价值链 我们说在梳理的基础上 重心要集中于什么 集中于价值链当中的某些环节 这就是资源的聚焦 第五 生产与跨国建造对手后顾的产品 或者将其给造为适合 本国人口外的产品 这个也是属于我们刚才类似于 类似于防御者战略当中 所讲到的产品调整 这个并不陪斥 大家说将其给造为适合 本国人口外产品 和刚才防御者战略的第一条对策 不就一样 第二条对策不就一样吗 我们说是的 这个并不陪斥 你不是说他能用他就不能用 所以呢我们说 生产与跨国建造对手 互部的产品 说白了就倒头于 你有当好跨国建造对手的配角 人家是主角你是配角 这样我们说也可以避免这种正面的对抗和交换 这是我们谈到的多少战略 世界道路五条举措呢 你能够把它理解就OK了 注意理解的 那么再看 第四种战略 叫抗衡者战略 抗衡者战略 我们说它的含义 刚才已经讲到了 全球化压力大 而且优势之余可以向海外转移 所以我们说全球市场竞争 进行主动的进攻 那么重点还是要求大家呢 掌握抗衡者战略的具体的战略举措 你在全球市场 怎么去和跨国公司这些抗衡和抗争呢 我们说有四条 这四条呢 大家也是注意理解的 注意理解的 第一条 不要局限于或者叫拘离于低水平的成本上的竞争 而应该讲 行业当中的全球领协公司呢 作为你的标杆 全发位的去提升自身的建策实力 这个应该算很好理解 既然你要参与全球竞争嘛 我们说必须有什么 就提供你自身的建策实力 你怎么去提升你自身的建策实力呢 我们说要找对标杆 找对标杆 找对基础 过去我们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的时候 人以为自豪的 我们有哪方面的优势呢 就是我们所讲的低传宝 原材料 零部件传宝低 而且人工传宝也低 这是我们经常也以为自豪的 中国是个制造业大国 我们传宝低 但是大家想一想 如果简洁局限于在城堡层面上和人家建策的话 我们人的是做低水平建策或者做低端建策 要想在全球建策当中力气主动的话 你必须要学会 从行业的全球领先公司去学习他们 对标自己 找到自己的不足 应该全发位的去提升你自己的建策实力 比如说有关于这些生产的效率啦 产品的资料啦 研发啦 设计啦 服务啦等等方面 全发位去提升你自己建策实力 这是叫做标杆 Gay Kuiwe就告诉那句话 就是这个意图是什么呢 参与全球叫做首大起创的 怎么去提升自身的 全发位提升自身的建策实力 第二 找到一个定位明确 有异于防守的市场 这个我们又 三个字来概括的话 就是找市场 找市场 那么这个找市场 就刚才这句话 找到定位明确有异于防守的市场 这个说的通俗一些就下达于 准确的定位你这个企业 在全球价值里当中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位置 如果定位好的话 积极主动的参与这种国际风光 就可以发挥你自身的一些比较优势 所以我们说这个找市场 算的通俗一些 还可以表达成什么找位置 你有参与到那个全球化的策略当中 要找到合适的位置 找到位置以后呢 我们说你有积极主动的有参与的做国际风光 在风光过程当中 尽可能发挥自身的一些优势 比较优势 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所讲的 一般来讲我们中国企业比较优势 比较明显的就成本方面的优势 第三个 是在一个全球化的产业当中 找到合适的一个突破口 这个我们说可以理解上是找突破 你有参与全球建策 你有参与这个全球的产业链 你哪里做一个切入点 或者哪里做一个突破口呢 这个我们说其实讲的就是 面对这种全球化背景条件下的 产业的转型升级 产业的转型升级 产品的转型升级 那么作为一个突破口 或者作为一个契机 我们要善于利用国外的先建的技术 利用国外的先建技术 或者在国外产品和技术基础上 要建设什么 要建设一些创新 建立自身的 一些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 就是培育自身的 具有参与化 或者是这个特色化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所以我们说要参与到全球的产业链当中的话 找到一个突破口 或者找到切入点 这个切入点通常情况下呢 就是面对这种全球化的产业链升级 产业升级 或者产品升级这样一个机会 你例如国外 引进了一些先建技术 或者是在国外产品和技术基础上呢 我们在建设创新 就是我们所谓的叫魔法创新 这样呢我们说建立自身的 具有竞争优势的 一些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 这是参与全球竞争的时候呢 我们说在全球产业链 关键是要在全球产业链当中 找到一个突破口 上一条呢 讲的是找到个地位 明确有异域发射的市场 这是讲的在全球产业链当中 你找到合适的位置 对你地位有种确 第一是 找资源 就是我们在参与全球建策过程当中 一定要注意 我们说既有合作又有建策 要善于这种合作竞争过程当中呢 获取一些资源 就是善于学习从发达国家 获取一些资源 这些资源特别是我们经常所讲的 一些无形资源 比如说品牌啦 技术啦 经验啦 管理啦 以克服力自身的技能不足和资本 匮乏 这样一个缺陷 这是靠衡者战略的具体四条战略举措 如果是光 进了一句话的话 我们说不足以应对考试 所以呢 我们说把这四个方面的对策呢 我们都给大家呢 进行了一个概括总结阐释 概括为第一条是什么 第一条 有全方位的提升自己的实力 怎么去提升呢 就要找标杆 而且的竞争的作业点 不要局限于 机密于低层次低水平上的 做成本上的竞争 有个全方位的去提升自己 第二条实力 第二个呢 找到个定位明确又抑郁发扯的市场 就是你要参与全球竞争的话 你必须在全球产业链当中 产业链条当中 找到个合适的位置 极其主动的要参与分国 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 第三个 就是说切入点 突破口 从哪里入手呢 我们说在全球化的产业当中 找到合适突破口 切入点是什么 我们正好利用全球产业链升级 就产业转型升级 或者产品转型升级的契机 利用从国外引进的先进技术 或者在国外产品和技术基础上 进行这种创新 魔法创新 进而呢 我们可以帮助企业 形成一种差异化的因素 或者叫特色化的因素 第四 就是在合作建策过程当中 有善欲的从其中的 这些发达国家呢 获取一些资源 这些资源 我们说除了资金之位 通常情况下 主要是一些无形资源 技术 专利 品牌 管理 国际市场 营销经验等等 这是我们所讲到的 抗衡者战略 那么刚才以这个大家强调啊 就说你要把四种战略各自的举措 战略举措 这个要熟悉 能够对应上来 将来我们做题的时候 判断他到底又用了什么样的战略 就是根据他具体的一些战略举措来判断 另外一点提醒同学们的是 就对于一家企业来讲 他选择的这个战略 往往我们说不止一种战略 不具有排他性 你不能说这是四个战略当中 难道他同时实行三个战略 有可能的 有可能的 所以呢 你不要抬教条卡 高层巨正图 怎么会有三种战略啊 顶对是两种嘛 你说这行业 说这产业 我们说全球化压力大 两种 全球化压力小 两种 那怎么一家公司 可能会选择三种 甚至四种战略 我们是有可能的 因为作为一个企业嘛 我们说参与全球竞争的话 这类企业往往我们说 绝大部分情况下 可能是一个多元化建议的企业 涉及到多个产品和服务 涉及到这些多个市场 是吧 客家建议活动 所以呢 我们说可能对于不同的业务 不同的产品 分别承许不同的 战略 有可能的 好了 下边我们请大家看 建议立体 说科技公司 原始 国内一家 是冲销一体化的光伏企业 面对不断进入中国市场的 化国 光伏企业的竞争 该公司一方面 加强分销网络的建设和管理 缓解竞争压力 另一方面于2019年 与竞争优势明显的 K国光伏巨头 漫威公司这些合作 这些合作 成为对方的先进技术 成为对方先进技术 专注于生产高效率光伏组件 并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 成为大部分 购买者的熟悉品牌 从新型市场 保育图企业战略 选择的角度来看 科技公司实施哪些战略呢 先大家看 案例提供的信息 说该公司加强分销 网络的建设和管理 缓解跨国建政 对手的建政压力 这个很明显通过 这条战略举措 我马上就看出来 加强分销网络建设和管理 缓解建政压压力 这是属于哪一条战略的举措 我们说这是属于 防御者战略的举措 所以应当选择A A 然后 与跨国建政 对手的建设和合作 建设和资或者合作 到同意形成战略的举措 当然这是属于 地形的 独生者战略的举措 独生者战略 不是有五条举措吗 这是其中第一条 合资合作企业 所以我们说 这个案例当选择B B 然后 使用对方的先进技术 专注于 生产高效率的 官府组建 并竞修了 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 竞修国际市场 那既然竞修国际市场 那可能 属于矩阵图 因为八部分所讲的 什么战略 扩扎者战略 或者是抗衡者战略 那扩扎者战略 就叫到是 把自身的优势资业 想很为移植 扩衡者战略呢 就是说 通过全球视察的 参与竞争 主动建国 那么现在到底 它是属于 扩扎者战略 还是属于扩衡者战略 当然我们说 是属于扩衡者战略 没有看出 丝毫的 扩扎者战略的痕迹来 那为什么说 使用了抗衡者战略呢 因为我们和大家讲 抗衡者战略 我们说它具体的战略举措 战略举措 我们说有几条举措呢 我们说是有四条举措 你看这里 曾有对方的先进技术 专注于 生产高效率的光复组件 利用了从对方 学习来的 或者引进的先进技术 专注于生产高效率的光复组件 并竞争了 竞争激烈的国 国际市场 是属于哪一条举措 哪一条举措 我们说这个实际上 是属于我们所讲的 抗衡者战略大作 第三条举措 第三条举措 就是从全球价值 全球财猎大作 找到一个突破口 这个突破口 往往就是利用 从这些跨国竞争对手 这样得到的先进技术 或者是一些产品 这些创业的基础上 我们说推出 由自身竞争优势的产品来 然后我们再参与国际竞争 所以这个应该提一些 抗衡者战略 因此这个题证券选项 应当是选择ABC 下一题 面对国外品配牙膏 不断涌入国内视察的不利局面 泄花牙膏场 独创了 完全用猪潮 要提取制造的 具有生经 借此功效的牙膏 并通过强化 修饰网络的介绍管理 赢得了越来越多 国内消费者的好评 作为新兴市场的本土企业 揭花牙膏场 才有的战略属于什么战略呢 请大家看 他的战略举措 他是应得了越来越多 国内消费者好评 他还是立足于国内市场 根本就没有设置到 我们说跨国 跨国 所以呢 大家想想一下 他可能成全战略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想到的是立足于国内市场的 一个是独善者战略 一个是防御者战略 对吧 那么从具体举措来讲 是独创了 这个牙膏 并且强化 修售网络的介绍和管理 还有呢 国内消费者好评 因此综合一伤信息 好容易判断 这是典型的防御者战略 我们说防御者战略 战略举措给大家讲 有几条 我们说是有三条 第一条呢 就客户聚焦 就说专注于 喜欢本国产品的客户 而不考虑的像 从上国外品牌 国际品牌的客户 是不是 是国内消费者 第二个是什么 产品调整 就频繁的调整 产品服务 以满足顾客 特别的 是独一无二的这种需求 什么需求 有桌巢 有提取物制造的 生经借此功效的两个 第三个 是有加强 分销网络 或者叫修售网络的介绍管理 加强分销渠道 提示下分销 所以我们是提前 防御在战略举措 应当选择B 下一题 飞虾公司是国内一家 雷粉生产企业 经历了很多 级物品牌优势的 国外雷粉制造商 纷纷涉足中国市场 竞争施奉机率 飞虾公司为了 自身的长期发展 与新西兰儒品巨头 假公司 结成战略联盟 双方以50%对50%股权比例 合资成立一家新的公司 产品从哪一方 扩展到各种哪制品 从战略选择角度来看 飞虾公司扮演的角色 是个什么角色 这个题就更简单了 与跨国竞争对手 结成战略联盟 主要承许战略联盟 大家做了什么 股权是联盟大多 所调的合资企业 这很明显 我们说这是 这个举措 是属于我们 多少这个战略 五条措施当中 第一条 就是与跨国竞争对手 逐渐合资或者合作企业 是不是 所以我们说这是属于 多少这个战略 应当是选择B 这是我们以上 把我们教材 第3章内容 就全部介绍完了 我们下一步 就是二招挂例 我们把全部内容介绍完了以后 我们紧接着 我们又介绍 讲解一些典型的主观题 所以我们下一个问题 就是围绕和这一张相关的 所有主观题 跟大家来这些交流和分享